今天蒙恩典的经文是西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 并我们心中天脸的窥欠金洒去 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阿们 有几人牧师值得带行李修正牧师文化正大 金牧师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是 阿里路易亚的第二个大个节目 阿里路易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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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前进了这2020年 相信我们也能够 就像这个大鼓的声音一样 能够充满幸福 艺术宣教团 他们献上舞蹈的时候 看到他们都是年轻人 大部分都是在大学学习 都是专业的就是古典舞蹈 我们外民都是带着 这样的蓝图梦想 因为我们要成就世界的外民 所以也是在培养这样的人才 而且大家也都是年轻人 也都是为了在神面前得到中用 在各方面也是非常努力 我们年轻人在工作的时候 或者是学生 不要认为我原来都是梦想 在神的国度成为神所重用的人 那么现在好像是没有前途了 不是那样的 因为以后还是需要很多的工人 要帮助牧者成就世界 我们学生们 年轻人 你们不要去对未来的这种盼望 也需要很多工人的 希望你们能够多多预备 做好预备 将所有感谢与荣耀 故意在2019年一年 赐予我们极大的恩典和全能的赋证 在受灾多难的这2019年 我们能够切身体会到这些 就像是一个很大的船 在航海的时候 一般的这些 这个小小的台风呢 其实不会摇动的 那么极大的这个台风呢 大台风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船呢 就会 船被翻了 或者是遇到这个海啸 那么船也沉了 有这样的时间 那么我们呢 是 也是在这个困难当中呢 这个大风大浪中航海 但是我们呢 还是战胜了 让所有感谢荣耀 贵父神 2018年2019年 在我们的这个航海当中呢 是遇到海啸 像是遇到台风一样 但是呢 在2020年呢 不用那样的 就任务是为我们天充的 这满十年的工艺 还有我们圣徒们的信心呢 也成长了 那么这熬炼呢 对于我们来说 是极大的祝福 并不是在嘴上说的 就是我们能够切身体验到 我们所蒙得的祝福是如何 就像刚才祷告院长 为我们做的祷告一样 我们也发现了 我们里面的恶 那么我们这个恶呢 是发现了 发现的时候呢 就要承认自己的恶 然后呢 带着谦卑的心 在神面前的祈求 我一定要得到改变 就是要这样而下决心 2020年呢 也只不过是剩下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那么 怎么能够得到变化呢 也许会这么想 不是的 神的能力领导的话呢 我们这一瞬间也会得到变化 因为我们教会呢 现在呢 已经经过了这个台风海啸 现在呢 就是在平静的海中 海上呢 就是航海 所以呢 不要有任何担忧 非常感谢的是 主日 祝福年会呢 也是在恩典当中结束 跟去年的祝福年会呢 是不一样的 我们外面里面都是互相信赖 这报告的话呢 我们也不会带着疑惑 也是相信这些工人们呢 都会做得非常好 如果是有一些疑惑 或者是想知道 想具体的知道呢 可以去问 我们呢 不会有任何隐瞒 时常呢 打开这条 可以就是去咨询 可以去问 这样的路 有想知道的呢 带着这样的心 可以去问一下 我呢 作为主持会议的人 那么 在结束一年 要开始新的一年 我们要做这样的就是年终会议 非常快的 很早的就是结束了 感到非常幸福 这就是我们外民 好像是现在又真正的回到了外民 看到 这一年会结束之后 我们圣徒们回去的这个 背影呢 也是感到非常欣慰 2020年呢 我们就是这样 开始了 那么今天呢 又在做持旧营新礼拜 那么过了2019年 迎来2020年 在这宝贵的时间 我们来到神的殿中 礼拜 赞美 在真是蒙福的人 相信在2020年 我们外民的圣徒们 都能够尽情地得到神 所祈予我们的祝福 将所有感谢与荣耀 也归于救赎我们 为我们做中包祷告 祈给我们 能够战胜 实验的力量的我们的主 我们 向父神面前献上感谢告白 那么 我们将荣耀归给了父神 就是等于是 荣耀归给了三位一体的神 以前我主持创立 主持的时候 主任牧师呢 就会看就是 创立活动之前的 这个最后一个彩排 然后主任牧师就是 也对我说过 也要将荣耀归于主 然后就想 主任牧师呢 时常是这么细心的 就是让我们 还向父神献上感谢 还要感谢我们的主 我们也能够将荣耀归于父神 又将荣耀归于我们的主 也感谢我们的主 就算是没有提到我们的主 其实只是说我们的父神呢 也是 等于是归于将荣耀 还有感谢了归于上位一体的神 非常想念 亲爱的主任牧师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主任牧师的心 是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能够喜乐 感谢 不只是说 到了新年 我们的心呢 就非常激动 那么父神所赐给我们的盼望呢 也要充满在我们的心中 我的心呢 是这样 我在来教会的路上呢 我对院长说 院长你知道我的性格 我是比较就是 技术性的这样的性格 是非常现实的 就是不会说的 就是夸张 说话呢 我都会要就是 不会夸张的 夸大其实不会这样 那么 昨天还有今天 只不过是 过了一天而已 但是我的心 还有我的习惯 要改变 不是说 就是 对新年的盼望 是怎么怎么样 讲得那么好 不是这个重要 神赐给我这样的心 相信在新的一年里呢 会充满幸福喜乐 那么大家的心又是如何呢 我相信呢 我相信呢 神赐给我们每个人 这样的 心的盼望蓝图 感谢心怀我们 带领我们进入 新的向导的 亲爱的主任牧师 我们 向主任牧师往后 主任牧师 感谢您 我们爱您 想念您 还有亲爱的院长 每天呢 都为我们圣徒们 求祷告 新的一年呢 他呢 更加充满 对新的一年呢 也是吹猛希望的 想让我们圣徒们呢 更加充满的 现场祷告 那么 到了新的一年 不是说 不是说 祷告院长 又 长了一岁 不是这样的 不是又增加了一岁 是 反而呢 就是 好像是年轻人 更年轻一样 就是要更加火热的 更加活跃的 就是为我们圣徒们 祷告 感谢院长 主任牧师不在 那么 我们 祷告院长呢 也特别地接受 我们圣徒们的 这样的 感谢和问候 也感谢 也欢迎我们 支教会的 主仆们 生徒们 还有我们 台外的我们 先教师们 主仆们 还有 生徒们 也感谢我们 长老们 长老们 没有穿着 新 就是白色的西装 也非常珍惜 自己的使命 在所在的地方呢 都是 担保好 自己的使命 尽忠 又保守着 万民 保守着 灵魂 保守着 圣洁的福音 非常辛苦 我们互相 向周边的人 旁边的人 做一下告白 感谢您 辛苦了 在灵魂间 多猛祝福 到了新年 我们 到了新年的时候呢 给大家读 主仲慕牧师的 新年的 向我们 新年信息 进入正道 路加福音 22章28节 到三四节 我将 我脸之中 常和我同在的 就是你们 我将国赐给你们 众如我父 赐给我一样 叫你们在我国里 坐在我的席上 吃喝 并且坐在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 十二个支派 主这样说 是在 背负十字架之前 对门徒们 所说的话 说我要 离开的时候 你们会遇到 这样的试炼 但是呢 相信你们 会战胜那些试炼 那么在天国 会得到 极大的荣耀 就是赐给 门徒们 这样的盼望 那么试炼过后呢 这荣耀 也是能够 一同分享的 那么在座的 我们外面的 圣徒们 主仆们 工人们 宣教师们 我们都是 在这样的 试炼当中 我们互相信赖 以善和爱战胜 那么这 陆教福音 二十二章 二十八节到 三十节的 祝福话语 相信会 临到我们 每个人身上 愿大家在 2020年新的 一年里 一满灵魂新盛 凡事新盛 身体健壮的 祝福 我们教会 和制教会 海外 的教会 也充满爱和服事 寻找失落的灵魂 寻找良善 而能够得到 拯救的灵魂 结出复兴的果子 让我们来 为了一下 2019年 世界各地 出现的 末时的征兆 祖罗牧师 到了这个年末的时候 就会为我们 说明一下 这世界各地 发生的这些事情 那么在 在2010年 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 来看一下 那么圣经里面 也讲到 这个末时的征兆 我们也要 看一看 这世界 现在是什么样子 那么 我们的 绝世所预言的 这个话语呢 就 真的是 很快地 临到了 马太福音 24章 还有 路加福音 21章里面 都记录着 就是有关 这末时的征兆 的话语 那么 我们现在呢 来查看一下 有关 自然灾害的 话语 那么看 路加福音 21章 10节到 11节 当时耶稣 对他们说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第二大大震动 处出多处 必有饥荒瘟疫 又有可怕的意象 和大神机 从天上显现 近来呢 在全世界 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 越来越高 自然灾害不仅带来 人命和财产损失 还会引发水质 及土壤污染 等环境污染 威胁水阴性传染病 等公众保健 那么不是说 自然灾害 因着自然灾害 一次 就是结束了 还会 引发各种各样的 就是 传染病 传汗由此带来的 财产损失 可以切实感受到 耶稣所说的 有关末世的征兆 地要大大震重 多处 必有 饥荒 吻疫的 自然灾害的严重性 来查看一下 有什么样的财产损失 这样呢 在这末世 那么 这样的损失 这样的灾害 会更大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2018年的 自然灾害的 这个损失 那么以我国为例 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额呢 1960年代呢 为1兆2493亿韩元 1970年代呢 为2兆1019亿韩元 还有1980年代呢 为5兆6440亿韩元 1990年代为8兆3123亿韩元 呈现持续增加趋势 那么据统治医呢 仅在2018年一年呢 气候变化引发的 10大自然灾害呢 就造成近1000人死亡 财产损失呢 达950亿美元 就是107兆韩元 这就是 因着这次 气候灾害 造成的损失 那么从2019年年初开始呢 因地震和暴血 等饱受煎熬 在印度尼西亚 海底山体滑坡 引发的海啸呢 导致400多人死亡 不到一个月呢 就发生了6.6级地震 然后伊朗和菲律宾呢 也分别发生了5.5级 和5.4级的地震 居民呢 需要撤离 美国和欧洲 日本因暴血和强风 导致航班停飞等交通瘫痪 我国呢 仅在2019年一年里呢 就有7个台风起来 气象观测以来 是最多的一年 是与1959年相同 还发生了很大的山火 2019年4月4号 在江源到林堤高城 宿草江陵 指着东海发生的 超大型山火的影响 发生历届最多灾民 566户1229名 那么森林损失面积呢 达到2832公顷 到江源道呢 就能够感受到 那时候受的损失有多么大 那灾害有多么大 就是那些 因为有好多的这个房子 居民的这个住宅呢 也都是被 也都受害 那么大型山火呢 不仅仅是 韩国的事情 在全世界各地呢 正在逐渐大型化 美国 加拿大 葡萄牙 希腊 俄罗斯 印度尼西亚 治理 巴西 澳大利亚等地区呢 都发生了大型山火 最近巴西 亚马逊 连续四周发生山火 导致超过首尔面积 15倍的地区 化为灰烬 亚马逊 这样的地方 都是发生 四周连续 这样发生山火 而且呢 是 有首尔面积 15倍的地区 化为灰烬 那么美国 加利福尼亚 也发生了 持续18天的山火 导致85人死亡 财产损失达18万 7605亿韩元 有分析称 由于气候异常 随着炎热干燥的 气候持续 结果呢 大型山火 可能会更加频繁 据说各种 随着各种大型灾难 越来越频繁 灾难用品市场呢 正在成长 就是提前买这个灾难用品 是这样的趋势 除此之外 除了最近频繁发生的 火山爆发 还有这个气候变化 看那些牲畜呢 也都死去 然后到冬天呢 就是下了很多的雪 而这样的事情 就是因着气候变化呢 也是发生 也是逐渐能够感受到这个空气质量在恶化 空气不好的时候呢 就是去 到外面去看 好像是一个电影里面的一个场面 是看不到前面 像印度的一个地区呢 是那个国家是更是那一样 世界各地呢 都会 都是这样 空气质量呢 就是恶化 因为产业发达 还有 这个经济发达 然后因着人的 这个技术发达 我们人的 但是就是 还有一些 就是 传染病 有传染病的话呢 就会扩散到全世界 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末时 除此之外呢 就是仅仅今年一年呢 发生各种国家间的纷争 和国家间的战争 贸易战争 等重大纷争 另外呢 有暴力毒品性犯罪 公权力勾结 逃税 还有恶意回贴 等许多非法事件 连接被报道 网络攻击等黑客攻击 导致企业乃至普通人的财产损失呢 也在增加 有很多年老的政策呢 也是 就是被这个 网络攻击 还有就是被电话 就是诈骗 这些呢 被骗 有的人呢 真的就是 被骗 然后呢 就是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经常是发生的 电话金融诈骗 这样的事情非常多 不法行为盛行等 末世的征兆 在日常生活中 也可以看到 就是各种非法 和各种危险 暴露在现实中 更何况呢 当听到 发生年龄下降的时候呢 会更加 让人心痛 而且在末世呢 也是爱心渐渐冷淡 那么在 现实当中呢 我们真的是很难找到 真正的爱 以前呢 因为父母的爱 家人的爱呢 可以感受到温暖 但是呢 现在 家人之间的爱 也冷却了 人与人之间的 不信任和警戒呢 也变得非常严重 特别是有 物质财产 这样的家庭呢 更是 家庭也不和睦 因着父母的遗产 还有弟兄姊妹之间呢 就会有纷争 我们也看到 这样的新闻报道 越是到末时 就更加发生 这样的事情呢 就是更多 我们呢 我们呢 要时常呢 以真理来分辨 也要知道 在这末时呢 爱心渐渐冷淡 我们要与之相反的去行 以膨胀的利己主义 只为自己的利益 而生活和发展的 这世界的快乐呢 让人更加热爱世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末时的征兆 越来越明显 而人们呢 却越来越麻木 基督徒也是如此 90年代呢 因末尔论 有很多教会和圣徒 不知何时会 在林的主儿 非常努力过心渐渐渐 但是 这些事情过后呢 反而热心冷却 对于在林的渴慕呢 也消失了 如同马太福音25章里的 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 为了迎接新郎 十个童女 都拿着灯做准备 但新郎到的 到来呢 比喻想的要晚 结果呢 五个童女 昂记了所准备的灯 也没有领悟到 当新郎突然来的时候呢 因为灯要灭了 就没有进入婚宴 因为新郎呢 是突然来的 所以呢 他们没有预备好灯 就没有进入婚宴 那么圣经里面 有这样的比喻 让我们过着 警醒的像生活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就像刚才所说的 九十年代就是有目而论 有很多人呢 就是说等在林的主 然后呢 把工作也辞了 他们是带着这样的 现在就是等着主 而且那时候呢 新闻也报道 他们所说的那个日期到了 但是主没有再临 所以那他们就感到非常失望 然后呢 他们就是又把这个日期呢 改到 又退后 但是呢 主还是 仍然没有再临 那我们的主呢 是让我们 警醒 说木尔进了 但是没有告诉 说是在何时 会来 但是呢 他们没有过警醒的像生活 一开始呢 他们认为是要更加警醒 后来他们就失望了 那么有的教会呢 要说是 讲到这个主的再临呢 就是觉得就是很奇怪 我们呢 要 预备主的再临 就是 但是很多教会呢 不敢这样去讲了 这是仇敌魔鬼 撒旦 在 隐碍的 那么我们要 以真理来分辨 我们要过着 警醒的信仰生活 我们 要知道 什么是正确的信仰生活 主的摩世那时候也说了 比如说 主 明天 在临 那么我们今天该做的事情呢 还要去做 要尽忠全家 要割礼内心 要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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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为了主而生活 那么主在临的时候 我们也会 能够感受到 那么我们会更加火热地尽忠 九十年代那时候呢 我们是没有 没有任何就是混乱 那么那时候呢 看我国的基督教呢 就是 有一些混乱 他们 因为是渴慕 主在临的 他们这些人呢 就是 那事件之后呢 他们对 在临的主的渴慕 也消失了 一开始呢 是充满 而火热地过信仰生活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特别是我们年轻人 我们圣徒们 大家要思考一下 以前是火热地过信仰生活 也尽忠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么 依然还要割礼内心 还要火热祷告 要就是 带着幸福喜乐的心 这样去做 一直要这样维持 才可以 那么有的人呢 说 再临的日子 快到了 那么 也就是说 自己认为 也就是几年 然后 现在我才这样生活 因为主 过几年就会 再临的 其实我们有 很多事情要做的 但是呢 他们呢 就放弃 我们不能成为 那样的 不能那样过 信仰生活 那么火热过 信仰生活当中 然后遇到困难 然后热心就冷却 那么有可能 在这样的时候 主会再临 所以呢 一定要时常警醒 最重要的是 信念要得到变化 无论岁月流逝 或是遇到任何逆境 信心和信仰呢 都不能改变 这才是神所喜悦的 信仰生活 是真正的信心 我们为了这样呢 也是直到现今为止呢 再奔跑过来 那么2018年 2019年 或许我们这样的 渴慕之心 是不是冷淡了呢 我们要更加警醒 过信仰说 我要为主而生活 所以看年轻人呢 也是很渴慕 要成为立位主 以前都是那样 然后呢 也是很渴慕的 很努力祷告 也只是 在之前呢 都是这样 断绝了属世的一切 然后也不看 世上的这些 像看电影这些 也都不会看的 就是断绝这些 然后呢 这样过了 做了几年 然后呢 就觉得 我要这样 什么时候 就是到头呢 然后呢 就是觉得很累 这样做呢 觉得很难 所以呢 我们要成就 诚心和充足的信心 要自发的 要发自内心的 主动的过信仰生活 自己去积极的去过信仰生活 才可以 那么 这样过信仰生活 是多么大的祝福呢 当自己领悟的时候呢 才能够带着喜乐的心 不变的这样生活 那么希望大家呢 也能够这样的充满的 那么2019年呢 剩下10秒钟了 我们来倒计时 6 5 4 3 2 1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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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年 2 2 2020年1月1号 主任牧师 为我们写的信息 2020年 通过 主任牧师 通过万民 将所有的荣耀 归附身 亲爱的圣徒们 新年盲福 互相望好一下 新年多么祝福 2020年 2020年 我们可不能够见到主任牧师 在牧师的空间里面 大家也更加幸福 我们呢 直到见主任牧师 那儿为止呢 心情要更加成长 成就捷径的内心 见主任牧师的时候呢 不是亏欠 要这样的做好准备 在之前呢 我们讲了2019年的这些 牧师的征兆 如果自然灾害 我们查看了 主在林的日子 有多么近了 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更加警醒 那么看基督徒 我们理当时警醒 应该警醒 那么看 他们呢 现在呢 就是 不能领悟到主在林的日子近了 而且过信仰生活的时候 觉得 这信仰生活 要这样过信仰生活 要做到什么时候 是不是 就是说主来的日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主会再来 那么 无论主什么时候再来 我们也要 做好准备 能够喜乐地 迎接我们再来的主 那么 我们的主不是说 明天会再来 所以呢 在2020年 这一年呢 希望大家能够 逊舍地成就成心 和充足地信心 在主的牧师不在的 2018年和2019年 大家的心 和信仰生活如何呢 有些人呢 在这样的时候 以更深的信赖和爱 向前进 但是也有失去信赖 与爱 而彷徨疲惫的人 虽然没有失去信赖 但周围情况 并不充满 延迟自己的信仰呢 也失去了热情 但是主的牧师不在 看到周围的 恶言恶语 和无法理解的事情 感到愤怒 不舒服 郁闷 那下去呢 内心深处的恶 就会上来 有些情况呢 至今学到的 圣洁福音不一而非 因恨物争吵 背后议论 论断定罪 荒废了心田 为了稍微 休息一下 而放下使命 还停止祷告 信仰生活 也变得 没意思 感到很 无味的 那么 我们呢 要迅速地 恢复我们 充满的信仰生活 这就是 熬练之时的信心 现状 但是许多圣徒 在受熬练的时候 寻找神的旨意 思想 至今所彰显的 这种牧师 周公的果子 回顾 看我们所见 所闻 所体验的东西 用信心和爱而得胜 另外呢 在看到周围 无法理解的情况的时候 为了成就 善和爱而祷告 为了得到改变而努力 在困难中 也感谢父神 过着 更深感受到 符合主的爱的信仰生活 这样战胜的工人 好像还有些不足的 生图 还有 就算是有许多 不足的生图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时间 是祝福的 熬练 因为发现错误 不足的面貌和信心 悔改 并得到变化就可以 发现的是 极大的祝福 那么 我认为自己的信心 非常好 但是遇到熬练的时候 失去充满 看热心也冷大了 他互相相爱的时候 看对方也很可爱 认为自己是充满爱 但是看到 无法理解的这情况的时候 就是受熬练的特征 就是这样的 看到这样周边 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 就不想与他们在一起 就是能够发现 自己里面的恶 如果不是有这样的熬练 是很难发现的 这里面的恶 那么当我们发现了 这就是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祝福 发出恶 却不承认自己里面 还有这样的恶 那么 这样不能领悟的人呢 还会反反复复地 总是遇到同样的熬练 那么要自己承认 我发现的这个恶呢 要承认自己 那么这样的时候 就能够改变 根据得到改变的程度 那么父神呢 就会更加 让自己也能够战胜这些 而且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呢 就是能够顺利地通过 那么对于这 这个情况呢 以后呢 就不会再遇到同样的 这样的熬练 那么我们外面的圣徒呢 就是一开始呢 会发出这样的恶的时候呢 就不能发现自己 那但是呢 不断地这样祷告 随着时间的流失 能够发现自己啊 原来我自己里面 还有这样的恶 我要快点恢复 我要见到主的牧师的时候呢 不是亏欠 我们圣徒们呢 现在呢 就是能够 是这样的气氛 就是 在这样的熬练当中 可以 发现自己 那么现在的这个 时间呢 是人类工作的一个过程 还没有完全地受到审判 所以呢 现在 再重新整备 变成完全的果子 就可以了 特撒罗尼加前书5章23节的24节 愿至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 得么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摘 那照你们的本事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 我们也能在帮助我们的神的能力里面 能够成就 那么我们要成就成心和充足的信心 这个目标呢 直到我们主在联的日子为止呢 我们要不便地这样地去成就 那么愿我们 就是这样 已经 愿主再临的时候呢 完全无可指摘 不是在主再临之前的前一天 就是要快点成就这样 因为主还没有再临 所以呢 我们还有机会 我们能够快点成圣 当然在我们主降临 那时候呢 我们 要更加 完全就是得到变化 有的人说 等主任牧师来了 我再更加努力 其实那时候就不容易了 那么改变是什么呢 变化 灵与全灵 新罗三郎的这个呢 不是依照一些就能成就的 需要许多的眼泪和血泪 需要许多的辛苦和努力 如果今天不做 明天呢 就会更辛苦 更难 那么在2020年1月1号 从今天开始 要更加成就圣洁 成就灵 要更加努力 成就圣洁 再指托大家 或许呢 因着各种情况 说我是非常爱 牧者 新来牧者 因着各种各样的情况 然后不能来教会 或想生活 通过这线电视 在这里拜 这样的人呢 希望你们赶快回来 主任牧师来之前呢 要更加尽忠 要保守教会 当别人这样告白的时候呢 我也能够参与其中 这礼拜呢 只不过是圣守主日而已 并不是积累天上的奖赏 那么我呢 通过这线电视呢 只不过是参加礼拜而已 那么我们 坐在这个圣殿 这礼拜呢 那么可以看到 坐在这里面 这礼拜这本身呢 就会成为我们的奖赏 因为给我们海外的 全世界的灵魂的带来恩典 而且还尽忠 侍奉 还努力聚会 这一切呢 都是等于圣守主日 圣守主日 所信 所付出的这一切呢 都成为奖赏 通过这线电视 就是参与礼拜的 亲爱的外面的生徒们 爱慕者 新来慕者的外面的 所有的生徒们 希望我们 能够快点聚在一起 更加尽忠 等待主的牧师 在前面呢 我们查看了 2019年出现的 牧师的征兆 感觉到主来的时候呢 真的是临近了 我们生活在人类耕作的尾声 我们想一想 世界这样饿 那么人类耕作 还能持续多久呢 那么人类耕作 已经是接近尾声了 父神 肯定是有 这个结束人类耕作的 这个时候 都是有时期的 那么看着世界 世界已经充满了恶 在这世界当中 我们能够感觉到 我们主在联的日子 已经很近了 看着地球 地球也都是 还能承受多少呢 能够这么去想 那么真的是 看到这世界 能够知道 主在联的日子 已经很近了 主的空中在联即将到来 所以不要推到明天 从今天开始 要更加为了成就圣洁 成就权力而努力 再次铭记 这个世界是虚向 天国 来世才是真实的 希望2020年 每天都度过 有价值的生活 就价值的生活是什么呢 要成就 捷徐尽的心 承转的心 承转信心的人生 这才是真正 有价值的人生 成心和充足的信心 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 尝诺一下 成心是唯有虚假或 善变 捷徐尽而真实的心 就是成就 全灵之实的心 离弃之意 那么就没有虚假 和善变的心 成就捷徐尽而真实的心 就是成就全灵之实的心 那么 父神是希望我们成为 最佳的上等的果子 让我们进入 在圣经里面 记录说 因为我圣洁 你们也要成为圣洁 如同我完全一样 你们也要成为完全 父神这是神的命令 这是我们信仰生活的目标 那么成心是什么呢 有谁无故地恨我 为难我 向我作恶 也不会觉得可恶 不舒服 也不会有任何负面情绪 即使是对方 对方行恶 也不会感到不舒服 就像怎样能够 与对方成就和睦 行善与爱 也不会因追求 自己的益处而善变 或因环境条件而改变 是充满对神的信实的信心 不变的圣洁而高贵的心 这心如同价值连城的宝贝 人的真正价值和尊严 不是来自于富贵荣华 和许多知识 名誉 外貌 这些外在条件 无论在世上拥有的再多 如果心中充满奸诈 私心 贪欲 骄傲等丑陋的东西 这神面前就是 无价值羞愧的心 在表面上看的时候 是自己是担当职份的人 是工人 那么就算是自己 在口中发出的言语 好像是非常善 但是心里面充满奸诈 还有私欲 也要显露自己的这样骄傲的心 那么神在神看来 这是无价值的心 例如为了主是尽忠的尽忠 但是自己心里 还是有想得到称赞 想得到认可的心 隐藏自己的这样的心 然后在神面前尽忠 那么这样的人 神对他会说什么呢 如果是出信徒 那么带着这样的私欲 来尽忠的时候 神也会悦纳的 但是通过神的道 要知道要得到改变 要割离内心 而且至于信仰的年轮也非常长 但是在属肉上来看的时候 也是成为了工人 那么心里依然有 想得到认可的这样的心 那么神不会喜悦 我们的父神是看我们的内心深处 是悦纳我们从这样的 洁净的内心里面发出的心香 重要的是没有罪没有恶 是成就善的这样的心 当带着这样的心去做的时候 神才喜悦 拥有这样的心的人 在表面上来看的时候 也许说是 好像是 也没有很多的知识 也贫穷 得不到人的认可 但是带着 神所喜悦的心 而尽忠的时候 神会愿纳他的心香 那么我们的心是如何呢 我们说一句话的时候 我们尽忠的时候 在做神家的事的时候 是带着怎样的心去做呢 那么我们要带着恐惧战惊的心 来查看我们内心深处 不要像自己的这个口袋一样 就是掏出来 只能把我们内心深处里面的 这些非真理这些恶呢 都要发现 那么受熬练的时候呢 我们内心深处的恶呢 就会发现出来 有的让为难我 那么自己里面的这种 就是会有很不舒服的心 然后呢 通过熬练呢 就又浮现出来 这样的时候呢 有的人呢 能够节制 有的人呢 就算是口中也发出了怨言 那么又悔改反省 知道啊 原来我里面也有这样的恶 以前这个人 那样的为难我 那如果还是记着 以前的这样的 对方所行的恶 这是因为记忆力好吗 这不是好的现象 如果有善和爱的话呢 就会忘记这些 但是自己心里有 负面情绪的时候呢 当和对方不和的时候 那么就会想起 以前的那些摩擦 那些以前不好的 这样的样子呢 都会浮现出来 那么当浮现的时候呢 就要知道自己里面 内心深处 还有这样的恶 那么以前 我们不是也听说过吗 如果有这样的人呢 要反而呢 要为对方 给对方买礼物 我们能够发现 自己的恶的时候呢 要更加喜乐 更加感谢 成就成心 和充足的信心 这样的时候呢 才能够恢复 神的形象 但这样的变化呢 不只是指 不是指 接待主 出去教会就可以 即使接待主呢 过去的罪 和现在的罪 得到赦命 也要离弃心中的罪 还要寻找 曾经没有认为 是恶的这些 非真理而更新变化 就是要在圣灵的 作用中领悟 并离弃自己 心中天良的亏欠 即使是 最许为善的人 根据神的后爱运 也可以看出 自己的良心 是有多么的恶 那么就要用清水 就是用神的道 来洁净内心 这就是正确的 想生活 是成就成心的 想生活 但是不能停止 这努力 要不断地前进 不要在中途停止 这个呢 一定要铭记在心 在中途停止的话呢 自己的心田呢 还会荒废的 所以呢 要不断地前进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成就成心为止 要不断地这样地去做 不要 不可停止 当离弃心中的恶的时候呢 那么就是 遇到任何的环境呢 也不会发出恶的 仇敌魔鬼呢 让我们停止变化 时是我们的热情冷却 语德前书五章八节到九节 不要谨守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 抵挡它 仇敌魔鬼 无论如何 想要让我们失去信心 更何况 生活在末时的我们 因为世界的美好和快乐 会很快地 夺走 人心 所以呢 是很难 保守信心的 但是在这样的末时 我们万民 至今 我一直看到了 通过主人牧师 彰显的全能和 神奇的属灵世界 看到了帮助我们 充满幸福的 过信仰生活的 许多的事情 所以我们能够更加奋力前行 仇敌魔鬼 是想 让我们跌倒 但是我们主人牧师 的工作 就是让我们 得到保守 牧人的工作呢 就是那样 我们主人牧师 就是这样保守我们 并不只是用神的道 让我们能够 幸福协力的 过信仰生活 通过全能 还有属灵的世界 还有在我会里面 各样的文化 还让我们能够 更加仰望天国 还有因着牧者 为我们天充的公益 只要我们 稍稍地努力一下 我们就能够 得到变化 那么我们其实 已经得到了 很多的这样的恩典 也是为了努力 隔离内心 向着圣洁而奔跑 但是为成就 成心和成就的信心 必须 要在中途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 自己的信仰 那么我们得到 很多的这样的恩典 会 那么 朝廷魔鬼 也会来控告的 会在神面前来控告 就像是约伯 约伯得到祝福 因为 约伯对神的信 是非常特别的 是敬为神的 真的过 正确的信仰生活 那么在神面前 得到了祝福 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撒旦来 试探 就是约伯 遇到 遮阳 遇到 熬略的时候 他不是也能 就是埋怨什么 就是撒旦来这样控告 那么我们所遇到的事情 也是 跟这个比较相似 那么 虽然主张牧师不在我们身边 也是像仆仆一样 赐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那么2018年 2019年 我们 是 我们要通过自己的信心 能够 查看 查看自己的信心 我们时常这样 我时常祷告 那么 现在主张牧师 爱慕者的人 这样 留在教会 求神赐给我们圣徒们平安 让教会的这些各种事情 能够快点的 就是 安静下来 能够解决 求神赐给我们圣徒们恩典 那么 我们父神赐给的 应允是什么呢 就是 通过全能 彰显在我们当中 那么 超乎我们的能力 神赐 就是 神呢 就是 让我们通过这些熬炼呢 让我们能够 查看自己的内心 特地魔鬼呢 也许会这么说 他们的信心 是真正的信心吗 说是向着 鲜罗沙朗奔跑 他们的信心 是真正的信心吗 是有 他们的牧者的大权呢 来保守他们 以爱和信心 来代替 天出公义 所以他们才这样的 充满了奔跑 不是吗 特地魔鬼杀蛋呢 也许是这样的 会这样控告 因为 我们得到了 极大的恩典和特会 要进入 鲜罗沙朗呢 就要拿出 自己的实力 特地魔鬼杀蛋呢 可以在神面前 这样控告 因为我们得到了 极大的恩典和爱 在这样的 极大的 就是在 那样的保护当中 保护魔当中的生活 那么要有 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付出 才可以 这样的时候 才能够进入 鲜罗沙朗 如果我们 没有自己的 这样的付出和辛苦 虽然主人牧师 为我们成就了 那么我们 主人牧师所成就的 再加上我们 人自发的这样的努力 就是说 很不喜欢 恨我这些恶 要赶快地成就圣洁 要成就美好的心灵 要得到变化 有我们各自的 就是这样的努力 还有渴慕 这样的时候呢 才能够 说是进入鲜罗沙朗 那么我们是很 不喜欢这些恶 还有是是非非的 还有这些争吵 那么能够理解 饶恕该有多么好呢 如果我的心 能够变成这样的心 该有多么好呢 我们更加渴慕 切募 圣洁 那么在2020年呢 父神会赐给我们 可以变化的恩典 那么在2019年呢 也能够让我们 才害我们各自的心 因为我们遇到了 这么好的牧者 让我们在他的这个 保护魔里面呢 这样的 非常平安地过西洋生活 所以呢 仇敌魔鬼呢 会困高的 那么要有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意志才可以 我们要听着牧者的声音 我们要跟谁才可以 所以至于我们的熬炼 让我们发自 我们内心里面的 也能够看出 我们有改变了多少 那么在这儿的圣徒们呢 是用心来和爱 战胜熬炼的人 但是我们要警察 我们有没有向着 我们的目标 新年龙沙冷 成就成形和充足的信心 是不是还依然有 这个新年龙沙冷的盼望呢 不是说先把这个 新年龙沙冷的目标 放在后面 等九州牧师来了 再成就吧 不是这样的 我们时常要带着 新年龙沙冷的目标而前进 那么我们要查看一下 真的是不是这样做了呢 还是保管在一边 不是不应该这样 2020年呢 我们要更加幸福地 充满了奔跑 就算是遇到熬炼 遇到试炼 自己的 经允 觉得还有一些缓慢 但是呢 我们 也要凭着信心 对战胜 我们有先龙沙冷的目标 我们要成就 成心和充足的信心 希望大家更加渴慕 我们来再查看一下 我们过去的时间 是不是遇到困难呢 就是我们的向着灵的步伐 就放慢了呢 如果那样的话呢 很快的呢 就会露出鼠肉的属性 像是离弃的恶呢 又显露出来 隐藏的罪性呢 也会出现 我们也要 让这样的话语呢 对照在自己身上 那么看那个人 是我曾经信赖那个人 相信那个人 但是 看对方善变了 然后自己就觉得很疲惫 不要这样去想 遇到困难变得不冷不热 向着灵的步伐 如果放慢的话呢 那是不可以的 这样的话呢 隐藏的那些罪性呢 会出现的 在充满了气氛中 隐藏的字衣和框架呢 会被爆了出来 就是在熬练的时候 会是这样 那么别人的劝勉呢 也听不进去 听神的道呢 也没有领悟 会动员肉体的意念 然后呢 就是自己呢 在 大声说话 然后呢 就是还争吵 然后还说 我是为了教会 为了成就神的果斗 神家的事呢 一定要和睦 要理解对方 不是说要争吵 我要主持找理由 借口 将自己合理化 如果有这样的样子呢 就是要发现 原来是隐藏我里面的恶 暴露出来了 就是说 我也不是 没有信心 而是有那样的理由 就是这样合理化 又有成离气 而倒觉得这熟悉 然后呢 进入眼中 认为这种程度呢 不是罪 而一点点的来接受 但没过多久呢 就有很多人呢 陷入世俗 对于世界的呢 要毫无关心才可以 如果不是自己辛苦 自己付出而得到的呢 就不要有贪心 要离气恶 离气这个是肉的 那么就不会有 这样的里面的恶 暴露出来 那么直到完全离气 各样的恶是成就成心 直到主再临的那日呢 绝对不能停歇 我们的步伐 为了在任何仇敌的攻击下 也指出善与爱 这里我们必须要成就 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变得诚心 当成就这样的诚心的时候 就会得到充足的信心 充足的信心 是成就诚心的时候 从上头 父神所赐予的属灵的信心 是了解神的心意 顺从神的话语 讨神喜悦的信心 也就是对神没有 丝毫疑惑的真正的信心 即便为主尽忠献身 却遇到苦难 被黑锅 也会 就是因神的爱 对神的爱和感恩 是心的依然不减 就是遇到难以承受的困难 寸步难行的程度 被困住 且有黑暗洗来 我依然没有任何疑惑 在神的爱里洗了 这样才可以 有的人自己的 自意和框架出来 然后还说 那是我为了教诲 不要这样自己合理化 在熬练的时候 我对牧者 有绝对的信赖 这样去想的人 那么在这样的熬练当中 你有多么喜乐 感谢 保守自己的位置呢 那么 来检查一下自己就可以了 我也对神没有埋怨 为什么让主人牧师 遇到这样的困难 为什么我们教会 要遇到这样的困难 没有 是没有这样的心 但是呢 就是觉得很累 然后周边的人呢 来 看到周边的人 也是 看不惯 然后呢 就是有负面情绪 这不是真正的信心 那么对于神的 绝对性的这个信赖 要顺从 顺从神 我呢 是信神 但是不顺从神的话 这就不是真正的信心 要有 完全的 信心才可以 任何情况下 也要喜乐 感恩而战胜 夏布莱说 十一章呢 对这样的信心呢 说 得神喜悦的 信心的先知们的行为 是如何 看以诺亚布拉罕摩西 还有 让耶利哥成塔线的 这样的事情 讲这些 话语 那么看 西伯雷书十一章 三十三节到四十节 他们因着信 制服了敌国 行了公义 得了应许 堵了狮子的口 为了烈火的猛士 脱了刀剑的锋刃 软弱变为刚强 征战想出勇敢 打退外邦的全军 就是凭信 而行的时候 是如何 而且呢 向后面 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 说明的呢 不是靠信心取胜 荣耀神的事情 而是靠信心 看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 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 又有人忍受言行 那么因为有复活 信主的复活 所以即使是自己受言行 也是不会想躲避 就是要以感恩的心来领受 那么又有人的忍受信 那种鞭打 困索 监禁 各等的熬练 磨练 那么有信心的人 神让他们躲避就好了 为什么要让他们忍受这些呢 因为他们有信心 让他们能够战胜 所以呢 遇到这样的磨练 那么我们 有信心 有信心的时候 遇到熬练 这本身的也是信心 披着绵羊 山羊的皮 各处奔跑 受群伐 患难 苦害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有信心 因为有属灵的信心 诚心和充足的信心 所以呢 在世联患难中呢 也能够战胜 大家是怎样 度过的这样的熬练的时候呢 我们祷告的时候呢 我们都说 这是祝福的熬练 我们相信 这是祝福的话呢 那么为什么不喜乐 不能感谢呢 应允呢 不是现在我们 在我们眼前 得到了应允的话 那么 神 让我通过 就是在我通过这个时间之后呢 神会赐给我应允 人的想法 还有神的应允 是不一样的 人呢 是觉得 是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 才得到应允 那么神呢 说什么呢 相信信使得着的 就是得着 已经得着了 所以呢 要带着喜乐感恩的心 而前进就可以了 这是神说喜悦的信心 这样的人呢 遇到任何熬练 也不会觉得累 不会觉得难 能够战胜 一步步的前进的时候 一步步的前进的时候 就能够达到 神所愿的充足的信心 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信心的目标 西班牙书十一章 后半截止 后半部分所说的 就是在 历经当中 在熬练当中 凭信心而前进 然后 也有 殉道的人 然后 他们凭信心 去行的时候 战胜了 即使遇到意想不到的考验 也不应该因为受到冤枉 遇到困难 而真是信心而摇动 祈祷圣洁传道 忠诚信心 是否不变得要更加火热 这就是信心的最好的证据 那么 我们要拿出这样的证据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的信心会成长 熬练的时候 也要这样 虽然我的信心还没有完全 但是听到了神的道 那么要 首先呢 哪怕是模仿一下 我们也要 原来是让我们更加喜乐 感谢 让我们 比如说自己呢 不能笑出来 但是呢 也要努力的就是做出笑脸 做出笑脸的时候 当我们笑的时候 然后我们那些 忧虑呢 也都会消失 要凭信心而行 我们要向着充足的信心 我们就是现在呢 就是在经历这样的事情 神在赐给我们机会 原来的我们的信心是很小的 但是呢 通过这样的熬练 通过熬练 当喜乐 感恩 尽忠 祷告 这样的 为了割离内心 而支持自己 也是 很努力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 用自己的很小小的能力 能会更加成长 希望2020年呢 成为如此的蒙福的一年 愿圣徒们每天都得到变化 每天呢 都向着最高的信心而成长 讲结论 圣经中有许多蒙福之道 所以无论基督徒和教导神道的 目会者都说 只要信主 就都能得应允 但是神道中 也仔细说明 为了得到祝福 我们该怎样做 我们这样这样去做的时候 神就会赐给我们祝福 赐给应允的话 应允 如约翰山书二节的话 与一亚 根据我们灵魂神圣的程度 就会得到应允和祝福 这第二个祷告题目 就是成就成心和充足的信心 当成就成心的时候 就会有充足的信心 当带着这样的充足的信心 肯切祈求的时候呢 所有的祈求都能得到应允 那么2020年呢 就是蒙福的一年 因为拥有成心 充足的信心的人 所祈求的话呢 都会得到应允的 愿2020年呢 我们都能够充满 这样的蒙福的见证 为了让我们能够成就这样的 成为蒙福之人呢 神在熬练我们 真言十七章三节 鼎为炼银 如为炼金 我有耶和华 熬练人心 10篇66篇10节到12节 神啊 你曾饰宴我们 熬练我们 如熬练银子一样 你是我们进入网络 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 你使人 坐车 摆我们的头 我们经过水火 你却使我们 到丰富之地 神明记八章二节 圣经中 有许多熬练 八章二节记录 你也要记你 要华你的神 在旷野引导你 这四十年 要是要苦练你 试验你 要知道你内心如何 看守他的界面不堪 那么圣经中呢 记录着许多熬练 试验 苦练到这样 类似的这样的表达 就是希望神的儿女呢 通过熬练 能离其内心深处的罪性 成圣 成就成心 熬练 试验 苦练 没有这些 能够得到变化吗 所以呢 这时间呢 就是对我们来说 就是祝福 所以我们要更加感谢神 纪罗牧师不在呢 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心痛的事情 但是呢 通过纪罗牧师不在 这个时间呢 能够让我们更加 熬练自己 发现自己 更加天出善和爱 更加珍惜 对主的牧师 对于我们的教导 顺从 要得到改 顺从 得到变化的 这样的蒙福的时间 大观院长呢 记住 就是主的牧师的话呢 就是独立的 这样的去 去行去 对主 对于现在这个时间呢 对主的牧师来说呢 是觉得是 不应该有的 这样的时间 但是呢 对于我们来说呢 在灵里面呢 也是让我们能够 发现自己 天出善与爱的 这样的时间 当我们 浮现主的牧师的 这些坏的时候呢 我们也能够 为了得到变化而努力 那么看到 离开的人呢 就是觉得很心痛 但是呢 看在我们身边的人呢 觉得很宝贵 所以呢 我们的爱心呢 也越来越大 我们父神的心 希望我们能够成为 洁净的神 真正的儿女 在处处呢 就是熬练我们 圣经里面 就是这样的记录 说熬练 是练苦练 等这样的 所以 那么 对于我们来说呢 这个时间呢 就是主的牧师 完成再冲造全能 百分之百的 这样的时期 我们呢 也是在这样 其他的爱里面呢 也是能够 为了得到变化 而发现我们里面 隐藏的那些恶 如果是 周边的这个环境 很好 周边都有 自己喜欢的人 那么怎么能够 发现自己里面的恶呢 但是当我们遇到 这样的设断的时候 互相警戒 就是爱心冷淡 这样的时候 我们能够 发现自己里面的恶 所以呢 就是过后呢 就能够知道 这个时间呢 对于我们来说 是祝福 不是说 主的牧师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 已经发现了 所以呢 我们要成就成心 和成就的信心 知道神 至于我们 现在在熬练的 这理由是什么 希望我们能够 带着喜乐的心 能够通过这些熬练 就是希望神的儿女 通过熬练 能够离其内心 身处的罪行成圣 愿神的儿女呢 能够通过试验 成长为更大的信心 这是我们父神的心 而且呢 以信心 战胜试验好恶炼的时候呢 会赤下 比以前更大的爱和祝福 我们呢 都告白 要进入耶路撒冷 那么这时间呢 就是进入耶路撒冷的 这个时间 这条路 我们走得非常好 希望大家更加把劲 然后更加仰望 平行仰望 黑暗的隧道的尽头 必有亮光 要仰望 将会赐给我们 奖赏的父神 希望在2020年呢 不再是 艰难的忍耐的时间 而是成为以信心得胜的一年 比特勤书一章六节到七节的话语 希望能够成就在大家身上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 才是忧愁 将你们的信心及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 更显可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荣耀 存贵 遇到试验的时候 会有一些忧愁 但是呢 会更加 通过的时候呢 会更加喜乐的 那么作为主仆 还有我们的主 那么看到灵魂们通过试炼的时候呢 就会更加喜悦 因为更显宝贵 我们呢 也在通过这样的试炼 我们也是在被火试验 要成为纯度百分之百的这个金子 西班牙书三章十七节记录 邀华你的神 是实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 他在你中间 必因你欢欣喜乐 莫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愿着话也呢 都能够领导我们身上 我们的父神 看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说 我愿着你 欢欣喜乐 我 你们外面的阳情 木质的阳情 我知道你们会成为 精心般的信心 所以我赐给你们这样的熬炼 所以你们成就了诚心和充足的信心 赴慧玉 更加因我们欢欣喜悦 将所有感情与荣耀归于 大家2020年 愿外面 因我们 欢欣喜悦的父神 愿外面的圣徒尽情得到 父神所预备的极大的祝福 亲爱的圣徒们 新年快乐 愿大家迅速地成就 成心和充足的信心 成为这样的新的一年 一定要成就成心和充足的信心 我们知道 通过总人牧师的证道 我们知道 要如何成就成心和充足的信心 所以2019年我们发现的那些罪行 我们都要每天每天的 作为党号题目而离弃 我们的心并不是很恶的 因为已经有很多 得到了很大的改变 所以我们这里面深处的这些恶 发现了就会在短时间内 能够迅速地离弃 就要能够 完全得到深处预备的祝福 思考今天的怀疑 谢谢祷告 父亲 아버지 하나님 아버지 하나님 우리를 너무나 사랑하셔서 참 자녀 얻길 원하시고 참 자녀로 나오라고 누누이 말씀하고 가르치시고 또 우리를 연단하셔서 변화시켜 주십니다 바로 지금 이 시간이 참 마음 온전한 믿음을 이룰 수 있도록 우리를 훈련하시고 단련하시고 연단하시는 시간이니 감사 감사를 드립니다 2018년 2019년을 보내며 발견되어진 악의 모양 이제는 인정하고 온전히 변화되어지는 우리 모든 성도님들 일꾼들 죄종님들 될 수 있게 하여 주옵시고 우리 힘과 능력이 아니라 아버지 주신 힘과 능력으로 참 마음을 이루고 온전한 믿음을 받아 누릴 수 있도록 축복하여 주옵소서 감사드리며 우리 주 예수 그리스의 이름으로 기도하옵나이다 아멘 어려운 스트랍 storyline 아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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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n 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 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 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势力 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 求父用圣灵的火 原本的光焚烧 并印制他们从头到脚 五脏六腑 每根骨结 全身神经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 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 丑特莫鬼撒旦 以及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 光啊进入吧 求父用圣灵的火 将所有绝症完整焚烧尽进 击退 瘧疾以及所有风土病 击退 感冒 咳嗽 发烧 全身酸痛 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病菌 不能进入求父保守 求父使胃癌 肺癌 乳腺癌 子宫癌 大肠癌 皮肤癌等各种癌症 以及艾滋病 白血病 脑衣血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糖尿病 复科病 皮肤病 甲状腺疾病 以及所有炎症也都得到痊愈 以求父使小儿麻痹 中风 关节炎 腰椎间盘脱住症等一健全 腰痛 头痛 神经痛 在来的一切疼痛都消失 癫症 自闭症 孕育症 躁症 躁症 神经衰弱等一些精神疾病也都退去 我吩咐麻痹 瘫痪的得以释放 瘫子要起来行走 跳跃 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的耳朵 要听得清楚 瞎子要看见 笼子要听见 哑巴 要开口说话 使各种事故后遗症得以捷径 骨折得到愈合 烧伤 烫伤 得以痊愈 火毒都退去 热气也退去 或求你做工 不留下一点疤痕 毒品你结构 种药物 剧毒物中毒也得以结尽 已死的神经细胞复苏 死人也复生 求父给不能怀他的赐予怀他的祝福 得到怀他的祝福吧 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 仇敌魔鬼撒旦 空中掌权的众恶魔都退去 他的重视者也退去 这世上的邪灵 污秽的灵 虚晃 诡诈的灵 挑拨离间 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神 黑暗退去吧 光暗进入吧 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 离弃罪恶成为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兴盛 凡事兴盛 成就家庭福音化 祝福您儿女们一周间从各种事故灾阳中 得蒙保守 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源 天兵天使 如火源般的夜幕 看顾保守所有神儿女们的家庭 工作 事业 将智慧和名则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 不被世界所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儿女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 我遇见了神 体验了神 得到了应允 得到了祝福 父神感谢您 将荣耀归于您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